哇,看来有些东西发生了一种奇怪的东西 马克图文说过,喜剧就是悲剧加上时间 但是在游戏领域,最大的悲剧就是我们需要等待好长时间才能玩到一部优秀的喜剧 幸好,刚上手开始玩High On Life时 尤其是当我打爆几只外星人后 听到我手里的枪直夸我做的真棒时 我就知道这部作品肯定不简单 虽然游戏中有一些bug和性能缺陷 并且时不时还很喜欢开一些不太高明的低俗玩笑 但是作为瑞克和莫蒂主创之一的贾斯汀·罗兰 他创立的Squatch Games工作室设计出的这款全新游戏 就是我梦寐以求的《太空讽刺》喜剧作品 无论是当我在和自己的枪讨论科学的好处以及公事时 还是当我把外星粪便涂满全身 已溜进一个安保设施时 抑或是莫名其妙地在附近电视上看到 90年代的完整真人电影时 High On Life总是知道怎么让玩家玩得开心 游戏中的搞怪桥段是怎么看都不会腻 这款无厘头式的第一人称设计游戏 围绕其漫画风格的设定展开 并且完全没有一丁点严肃的气息 游戏中地球被一群恶心的外星人占领 而他们的目的只是为了把人类绑架起来当成置幻境 你必须响应召唤 开始一段滑稽的宇宙冒险 对抗要为此负责的外星系毒枭 游戏全程中你都要和你的不讲礼貌的枪门为伴 他们才是游戏中真正的明星成员 这些动画风格的枪门 他们被称为Gatlians 是旅行中最棒的一部分 其中包括Candy 一把慌慌张张的手枪 基本上就是贾斯丁·罗兰在瑞克和莫蒂中配音的那种风格 和Sweezy一把小嘴不太干净的狙击步枪 有点像是光环中的刺针枪 还有Creature 他会把它孕育的后代作为弹药 以及我的个人最爱Guts 一把出人意料的健全的线弹枪 由情景喜剧《人生如戏》中的JB·穆斯夫担任配音 虽然有的枪在过一段时间后让我喜欢上了他们 但是在16小时流程中 和这些怼着我的脸的家伙们聊天 确实非常有助于角色塑造 并且还能听到大量有趣的对话 当游戏通关后 我对这些家伙还是念念不忘 这里的一大部分原因是因为 High Own Life有着很扎实的剧本 包括大量怀疾的玩笑 粗俗的吐槽 以及一大堆播放着傻傻的节目的电视 像这个一样 其中有一关故意安排了一只超级烦人的外星人 一直围绕在你身边 动挡个不停 直到你终于可以解锁一项能力 那就是把他干掉 还有一关只是要让你去一家太空连锁餐饮店 吃顿完整的饭 没有什么别的原因 你还能在游戏中找到一个电影院 里面会放一部90年代的真实电影 邪魔入侵 周围的一些外星人还会说出些神秘科学影院 3000风格的吐槽 我真的完整的把它看完了 游戏主线流程大概只有8小时 前提是你得有坚定的意志 只专注于主线剧情 忽略掉其他所有好玩的东西和一些能力升级 所以我一周目的流程大概只花了16个小时 整个游戏就是充满了太多的滑稽小店 并且在星际之间穿梭就是很有意思 我永远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离谱的东西 拿着你会说话的枪与外星人进行枪战 与High Life胡闹氛围相得一张 场面甚至有时候还会过于混乱 武器精准度不算高 并且敌人会在战场上来回扑腾 朝你射击黏糊糊的东西 刚开始 我甚至还在担心战斗部分 是不是只能用豌豆射手Kenny击杀些低能外星人 哇我感觉很能力 你感觉很能力吗 我们不停止了 这是血脏吗 我感觉很能力吗 不过即使是在最高难度 High Life也是惊人的简单 战斗中有充足的机会来回复生命值和护盾值 并且飞来的子弹慢到几乎可以被轻易躲开 但是当拿到一些新的道具 比如喷气背包 或者是其他战斗选项之后 比如creature在战场上的心灵控制功能 或者是ghost的能力 能把小体型的敌人吸过来再炸成碎片 战斗环节就变得有趣多了 不过还是有不少东西需要吐槽一下的 比如敌人种类之少 又或者是敌人偶尔会卡到环境里面 还有十分令人迷惑的下蹲剑的默认剑位 他默认绑定在十字剑的下剑上 这些确实让战斗环节不是那么丝滑 而战斗的乐趣来源于各种各样击杀敌人的创意方式 比如你可以用Kenny的globe shot技能 可以让敌人扶空 再朝他们射击子弹直到他们爆炸 你还可以用Sweezy的穿墙子弹击杀掩体后方的敌人 当你的枪没有再朝着什么东西射击时 他们也是你通过每一关的好帮手 他们有自己独特的开火模式 从他们名字很糟糕的神奇小洞里的副武器开火模式 这能给他们一些杀敌以外的功能 Kenny可以用他的 Globe shot把挡路的障碍物移走 Gus可以把他的旋转刀片射到墙上创造平台 Sweezy可以射出一个泡泡来减缓指定区域的时间等等 光是搜刮收集品和隐藏宝箱的过程 就出乎我意料的有趣 就像泪银河战士恶魔城游戏一样 当你解锁武器和能力之后 就能打开之前路过的一些地点和隐藏区域 这令回溯过程变得很有价值 在探索过程中收集外星货币也非常有用 比如可以用来升级Gus的敌人吸取能力 可以让他把敌人的护盾扯下来给自己用 Hion Life同样也有着一些疯狂且令人印象深刻的Boss战 作为美衣冠中的高潮部分 让你面对一个不同程度的罪犯 这些战斗不单单让我感受到了游戏中一点挑战性 而且你对战的Boss 以及他们对自己的犀利吐槽 以至于我甚至对击杀他们产生了一丝难过 在一场Boss战中Boss以一种我没法剧透的方式惩罚我 让我实在难崩 甚至还需要在暂停之后让自己大笑一会儿才能继续 这也算是我意想不到的一种攻击方式 当你刚开启这款游戏时 Hion Life就给玩家展示了一份免责声明 写着你在游戏中遇到任何故障和bug 都是对其他游戏中故障和bug的讽刺时至今 不过这个玩笑在我的游玩过程中可没有让我觉得很有趣 因为游戏中真的经常出现bug和性能问题 虽然会让美好的时光 戛然而止的恶性bug屈指可数 不过这些经常出现的小问题还是挺烦人的 在本视频发出的时候 游戏应该已经发布了一个性能补丁 修复了恶性问题 但是在一些画面很复杂的Boss战灯压力场景中 Xbox Series X上依然能感受到掉针 至于bug方面一般都是一些恼人的细之末节 比如有一个角色被锁定了 以至于我无法和他推进对话 只能读取存档才能恢复正常 还有时会有一些敌人已经被我杀掉 但他们的模型还是站在周围 Hion Life是一款无厘头的荒诞设计游戏 成功用它出格的幽默独树一帜 傻到可笑的设定 以及一些呆头呆脑满嘴脏话的枪们 把整个游戏的流程串成了一段欢乐时光 战斗部分有些马虎 特别是在第一个部分中 并且整个科幻风格的探险 有的地方感觉有些未经打磨 但是一旦你获得一些具有破坏性的全新道具 以及新的移动方式 情况就有所好转了 另外并非他所有的玩笑都能让你找到笑点 但因为这些令人印象深刻的Boss战 独特的副武器开火能力 以及有趣的探索过程 以及比我预想中更多的可以看的糟糕的电影 我敢说这次搞怪的旅程绝对值得体验 再次回了 这个这次是 audioст Paint 这次是醍溢的内容 而且视频限全非 我慘icios 及 oh 会 它们 击 amigos 我记得 不어지 你 他